他以為不承認政府就等於不承認政府 不承認政府就等於兩個兩會 海峽兩會 大陸的海協會 台灣的海基會 就通過這些白手套 為何像毓敏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 不是吧 我剛剛才看完毓敏踩場 你有沒有訂閱MyRadio的YouTube頻道 YouTube頻道要訂閱嗎 當然要訂閱 你訂閱了YouTube頻道之後 旁邊有一個小鈴鐺 所有MyRadio的節目 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了 難怪了 說回來說 你讚好MyRadio的Facebook專頁嗎 Facebook專頁是什麼 Facebook專頁你都不知道 不是吧 你要快點上Facebook 去MyRadio的Facebook專頁 讚好之後 還要選搶先看 所有MyRadio的台務通告 節目直播 也會優先立即告訴你 你就可以即時收睇 那你就不會錯過 MyRadio的所有節目 難怪了 等我自己拿著這件事 在這裏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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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原來是這樣 那你快點趕快去讚好她 那一定 給你覺得瑞金 Mom 還是他們盡力 不用說 那, 你不要拍攝 用競爭 他們放手 哪 bir ber deck 根本 會到GN 不好 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武梁錦祥的《玉蜜彩場》 已經是第幾次了 祥哥現在就幽游在英發 旁邊有沒有紅袖添香,有個美女相伴 我就不得而知了 見她在Facebook帖的相片都是單拖 西裝不停,在拍照明星 今天我預備了講一個主題 因為我一個人做 所以我就嘗試一下 一早就預備定今晚這個小時 我會講些什麼 當然最近也沒有什麼熱鬧的大事 要用一個小時或一個節目時間講完 例如《財政預算案》 其實那些人一聽聽都覺得很悶 老實說 但是雖然是這樣 對香港公共政策 或者就算立法會裡面那些 你都不想看的東西 但是因為都是由關香港人的政治 言論自由的東西 你都是非得要繼續申明立場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態度 我會不會越講越覺得自己都覺得很悶呢 其實有時也是 因為很多事情它不會有什麼變化 不會有什麼變化的意思就是變好 我說的是 只要會變得更壞 就不會變得更好 所以有時對香港問題 很多人都死了心 但是我們仍然有個網台在這裡 我每天都要寫文章 我們不能不去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就算大家如果留意 我在東方 每天那篇稿 即即即即接到中樓這個專欄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看 我看到有些反應、回饋 不是說每個人都不看報紙 原來現在那些人… 我幾次在街上碰到一些和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他們說明有看我這個專欄 但他們不是在網上看的 有些人會用東網的apps 看即時新聞和這些評論 但是那些所謂的長者 他們多數會拿到報紙來抄襲 有些人甚至乎將我的展報 再影印然後傳給我看 都有的 所以仍然有一些所謂的年紀比較大些 都是喜歡早上喝茶拿著報紙來抄襲一個多小時 他們有看我這些 我有一天我去做健身 有一位服務的人 我們在Locker裏面有一位老友記 他說 我現在每天都看你那篇 不過有時候真的很深 我看不明白 我又不是故弄緣虛的 我習慣了 因為現在那些文章 全部都是我自己寫的 以前這些專欄 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有一位老哥幫我寫的 不過改的時間 就長過他寫的時間 我們都是以心為心想訓練 這些年輕人 都不年輕 四十多歲的 這個人 那個寫作能力 沒什麼意思 不要以為自己真是很聰明 但是現在每天都要評論時事 但是我那個方向就有一點 有時候我就會針對那個時事去做評論 有很多時候 我要發書一些個人的感懷來寫的 所以就有一點不同 大家有留意到 於是有時候就有些人覺得 不夠通俗 沒有所謂 其實我打算 本來打算就寫 用那些文白 還有廣東話文言白話 加文那些三級底文字 我幾十年前很喜歡寫這些文字 你明明短短的 我在報紙的專欄 就是那些三級底文字 有文言 有白話 另外有廣東話 廣東話絕對可以入文的 老實講 但是 現在寫開這個專欄 就是比較 有些人覺得就稍微深一點 不夠通俗 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我手寫我口的 也是發書個人的一些感受 是嗎 那 做這個節目 台長不在的時候 我就縮短半個小時 然後將它分四節 每節是十四分鐘 方便在YouTube上 給大家重溫 希望也可以增加那個點擊 是嗎 因為如果一個節目 一個半小時 老實講 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正在做YouTuber那些 或者利用那些節目 來罵黃毓民 然後在YouTube上 希望可以盈利賺錢 那些朋友 你過幾小時 沒有人看的 你說那個點擊數很高 但是拿不到錢 有時候是 明白嗎 所以 你要將它斬斷它 才可以的 那就不要經常說 說它是三腹皮 是嗎 所以我就 台長空放假 我就試圖 每次都訂一個更大的主題 然後四節 很可能就環繞這個主題 就講一些不同的事件 做一些評論 這個題目都是我自己起的 那個提綱 每一節的介紹都是我寫的 所以你會發覺 跟台長的寫法 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是比較 因為我們做編輯出身 我是講究那個文字的結構 令大家看下去 當然有些人覺得 這些就不夠通俗 比如我今天的主題 就叫做 兩岸政治的動議症 你看一下這段 最熱鬧的就是 海峽兩岸的政治 有動有整 在北京就開兩會了 現在谷中人散 每年一次的 台灣又有補選 接著現在就開始 這個總統 就是明年初的總統選舉 開始就要打崩頭了 這樣就很好看的 大哥 還有地緣政治 它跟我們近一點 我們當然是關心一點 華人社會同樣是 是吧 你 委內瑞拉的選舉 是吧 或者這個 法國現在那個 黃背心那些 大家當然要關心 但是關心程度 老實說 我們近一點 他就比較關心一點 一定是這樣的 是吧 譬如日本 這個首相會不會修憲 等等 軍國主義會不會復辟 有些人認為 這些 大家都可能關注 是吧 這個美中的貿易戰 到現在都然而未決 是吧 現在就掀起另外一場飛機大戰 對吧 所有這些問題 很多人都很關心 但是在網上 那些資訊幾乎是爆炸的 你都不懂得分 像最近 紐西蘭這一宗槍擊案 我就一致都沒有提過 因為我不懂得說 我不想用常識來講這件事 就是種族的問題 有些人 有些人 又將它升高到左膠右膠 這些 你沒事的 有一個這樣的意識形態 那你將它代入去 對吧 香港 那些左膠 又支持那些大陸西移民 那樣那樣 就經常被人批判 其實小弟都是左膠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對吧 不是本土派 一定是右翼的 告訴你 好 所以 即是政治光譜 或者一些政治理念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地 不是離地 所謂貼地 台灣 或者大陸就叫做有地氣 撤地氣 對吧 你是在地的 你現在香港 喂 這個所謂 貧窮問題 是否很嚴重 大家 看看貧富懸賞 是否很嚴重 那你真的要有些左翼思想來平衡 才行 那些又叫做左膠 對吧 你看我 譬如說 大家覺得我們都很支持本土派 那我又被人說是本土派 但我不可以有左翼的思想 所以這種所謂評論政治 就是很低級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那低級的地方就是 你學養不夠 知識經驗都不夠 所以這件事 我不會把它很簡單變成 就是 左膠 就是右膠 就是右翼 我不會把它嚇壞成這樣 甚至乎 為何你不會回歸到 是一個瘋子 為何發你神經上來 有槍 亂掃 隨機殺人 對吧 但是為何要加清真寺 其實 如果大家看看外媒的報道 甚至乎 最好看紐西蘭的報道 你會知道那個 就是 耿蓋 其實在紐西蘭 我經常覺得這是一個人間天堂 他是不應該有這些 即是屠殺的事件出現的 對吧 也不會因為種族的 所謂的矛盾 而產生這些所謂的屠殺 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看到不同種族的人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大家其實都是會譴責使用暴力的人 包括這個兇徒的家人 他都是會譴責這個兇徒的 這個這樣的 他簡直是 是人命如草戒瘋了一樣 但是其他的 新西蘭那些不同 紐西蘭不同的種族的人 他們都捐很多錢 是吧 我們紐西蘭的朋友 許先生 許大哥 就發了個簡訊 告訴我 現在已經籌了七百多萬 紐幣 來支援那些受害者的家屬 你都可以看到 都是人間有情 所以好像這些 我真的不會說 我就不會亂說 你那些不懂得說 又要扮懂得說 又要評論 又要分析 大哥 你也是找一些新聞 要不就抄別人的觀點 沒有自己的觀點 是吧 這就是牽涉到 知識和經驗的局限 大哥 這些是不能牙策的 不是說你年輕人一定是英俊的 大哥 年輕人一定會認識的 雖然我們很支持 很鼓勵年青人 但是你要好學 你要尚進 我才能支持得到你的 就是我整天在這裡 這個房間 大家看到很多書的 是不是 台獎賽 我整天都有看的 反正那些老人 我找不到一個年輕人 我特別留意在旁邊 回來做節目 會走到書櫃裡 拿幾本書來看看 沒有的 你知不知道 你拿兩本書來看看 對你的看法有多大 你知道嗎 你馬上會想多了很多事情 是吧 觸類旁通 舉一反心 見微之處 你書都不見了 這裡有很多本書 現在在街上都沒得賣的書 甚至乎那套 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合定本 我上個月在這裡找回 八十年代 原來我寫了很多篇文 那時候幫你寫了很多文章 八十年代 大哥 是嗎 我也是九十年代的作者 大哥 那時候很年輕 你明白嗎 三十多歲 三十出頭而已 阿哥 是吧 所以我們 我們是不會去認屎認屁 不是老屁股在扮東西 那是嗎 我有時候 我冷眼旁觀 你也有回來做節目 沒有人在書櫃裡 拿些書出去看 是吧 特地放在這個大廳裡 是吧 這裏段古 也有好幾百本書 大哥 我訪的那些 你進不了我訪就看不到 是吧 所以 有什麼好說的 那你怎麼評論政治呢 你評論時事呢 是吧 那個底子薄 沒有好說的 是吧 比如最近我們 很多人都喜歡看台灣的電視台 那些名曲節目 人家很多都是困困聲的 大哥 雖然很多都是夠說 因為他有政治立場 限制了他就喜歡夠說 但是他底子厚 是吧 人家是 是吧 是吧 即是我們香港的教授 什麼去上電視台節目 你會看到的 就是轉台的 是吧 那怎麼辦 是吧 所以 也是那句 是吧 很多時候 我們對事物的判斷 是靠知識和經驗 不是靠說話 所以我們就定了主題 比如像我們這樣 做了幾十年節目的人 包括大氣電波 包括這個網台 已經是十二年了 是吧 我們每一次做節目 之前 我們都有準備的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有些哥哥坐在那裡 開口就說 然後不知道說什麼 今天說什麼 這樣 你真是 你網台如果做到這樣 你怎麼會有進步呢 大家眼望我 今天做什麼 今天說什麼 我原來沒有準備的 你真是 興之所至就在那裡說 是吧 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重溫的時候 就是 我們每一節 有個題目的 是吧 其實我早就寫定了 知道嗎 不妨說一下 今晚我講什麼 寫定了 一會兒 你現在可以把這個 我剛才那個 傳給你那個 你可以放出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去講一下 當然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我現在第一節要講的話 就要在第二節夾一起講 現在休息一會兒